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猛区》片直播《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时间2021年6月16日,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台湾地区许刘先生 大家好,早晨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金 各位网友好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帮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 全洋出去之外,还要壮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被极端分子夺取了这个社会 不好意思,我的网络可能有些问题 这节目其实就要讲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这节目虽然是正健康 但是的切入点是一件挺惨的消息 这件事就在福建发生的 是近几天的事 有一个十岁的小孩 因为胸肚吃了大量的荔枝 出现了抽搐昏迷的症状 然后就进了医院抢狗 医生一看他就发现 咦?这个男生发病之前 头部又没有外伤 又没有其他病 又没有接触过毒物或者药物 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好像很奇怪 又没有外伤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抽筋 然后昏迷地进医院呢? 在追问他的家长的时候 那男生的妈妈就说了 那男生原来晚上吃了两斤 大概一公斤的荔枝 那么多? 是啊 那医生就立刻反映过来 他得的就是叫做荔枝病 或者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 其实这一类型的悲剧已经很多次了 我们之前没有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开始这个环节的时候 荔枝还没有当做的时间 但是现在荔枝当做了 要跟大家讲清楚了 因为之前试过一宗的 就是在广州 一个七岁的小孩 因为胸肚吃了太多荔枝 然后昏了 然后就诊断了荔枝病 幸好就及时抢救 死女逃生 顺利脱险 其实不要小看这个病 很多小孩因为胸肚吃了大量的荔枝 就昏迷 甚至是死亡 是啊 国内有一间医院说过 接诊71例 小朋友吃了太多荔枝 患了荔枝病 年龄就2-10岁 经过抢救之后 44个 半小时之内完全清醒 其中一宗就是清醒的时候 发现右侧肌张力有些问题 肌力就跌了 要等24个小时之后 肌力和肌张力 才恢复正常的 14例就是在30分钟至4个小时之后清醒 严重一点的 有3例就要用药 24个小时之后就清醒 接着有10个死亡病例 非常严重的 就是因为病发早期 不够时间去补充那些龙糖 其实如果一出现这些病症 就一定要给糖吃的 那 小朋友有一些情况就是反复抽搐了10个小时以上 没有去看医生 虽然抢救 但是脱水 脑子有问题 就让那些小朋友走了 这件事 就不只是中国有的 因为不只是中国才有荔枝 嗯 在印度也有 印度2020年的时候 就有47个小朋友 就是死于急性脑炎综合症 还包括了一些大脑炎症 类似的病例 其实只是刚才我说了 印度那里 其实就不是整个印度 它是一个邦叫做巴哈尔邦 那 只是在巴哈尔邦 穆泽法尔布尔市的两间医院 就试过有170多宗病例 在一年里面 因为那个地方就种很多荔枝的 一年有几十个小孩就走了 印度方面现在都有研究这个荔枝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就想着 哇 我晚上吃个荔枝 不吃饭了 这样 那很大事啊 原来 晚上如果你把荔枝当成是晚餐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一种病 叫做夜间低血糖 哦 是啊 那在小孩的血糖水平下降的时候 身体会开始代謝一些脂肪酸 就会使葡萄糖激增 与此同时 那个尿液样本的数据 有三分二的小孩因为吃大量的荔枝 在内含有荔枝种子的毒素 就是他们咬烂了一粒核 也可能吞了一粒核 那些东西 研究表明在这些毒素影响之下 葡萄糖的合成就受到严重的损害 就导致了低血糖和脑部发炎 当然有很多人会问 吃个荔枝怎么会有病啊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病 现在课谱一下 如果拔开一粒荔枝里面的果肉 每100克来计算 热量71千卡 碳水化合物16.6克 维他命C 41毫克 铁 0.4毫克 铁 151毫克 铃 24毫克 钙 2毫克 荔枝含富的果糖和维他命 适量食用是可以补充能量的 荔枝有很多有机酸 少量食用可以增进食用 荔枝的热量不算低 吃多了会肥的 那究竟什么是荔枝病呢? 荔枝病就是说 胸肚食用大量荔枝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 可能会导致一些人群发生低血糖的情况 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的情况 荔枝病 病法是怎样的呢? 轻症 头云、出汗 面色苍白、武力、心慌、口渴、肚饿这些症状 重症 四肢冰冷 血压下降 甚至抽搐突然昏迷这些症状 严重的 是可以即时休克死亡 荔枝病很多时候 当然是小朋友容易玩的 因为荔枝 它是有很多果糖葡萄糖的 会刺激人体在短时间大量 生产降血糖的胰岛素 但是小朋友这些特殊人群自我调节能力不完善 令到胰岛素代謝的能力不够 很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情况 重要提醒就是这里 很多小朋友想多吃几粒荔枝 就不吃饭 通常是晚餐的时候做的 是吃大量荔枝 然后是第二天才发病的 如果家长晚上没有留意 因为他睡觉了也未必知道他有什么事 那小朋友就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尽量不要 第一不要胸肚吃荔枝 第二就是 你吃晚饭的时候 不要当荔枝是晚饭 这个是很高危的 尤其是小朋友 千万不要 如果有家人在吃了大量的荔枝之后 真的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 但是未出现抽搐纷的严重情况 那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刚才说轻症是如何 头云出汗 面食创白 武力 心慌口渴 饥饿这些感觉 其实饥饿这个感觉 已经是很大的提升了 其实你的身体饥饿 你就要立刻吃东西 嗯 补充血糖 那 怎样才可以急救到呢 可以吃15克的碳水化合物 升高血糖 再观察15分钟之后 就根据症状 看看要不要再吃15克的碳水化合物 15克的碳水化合物 是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4-6粒糖 不是含着在损 就是4-6粒糖是要 咬碎了 尽快吞掉它 哦 或者是1匙蜜糖 不是茶匙 是那些比较大 就是汤匙 或者是1匙白砂糖 还有一个可以做的 就是2-4块饼干 或者100-200毫升的含糖饮料 记住 一定要含糖 不是无糖可乐的那些不行的 你喝半瓶可乐可以急救 哦 有几类食物 虽然有碳水化合物 但是升血糖是不够快的 刚才我说 它一定要含糖 是一定要有 Cain Sugar 英文是 或者是借糖的 有一些 虽然有糖的饮料 它里面是有 果糖 或者是那些 叫做 HFCS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就是 粟米做出来的糖 那些是不行的 因为那些升糖是不够快的 可乐 所以某些地区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 我自己知道 我们这里的可乐是含糖的 就是含蔗糖 Cain Sugar 那用这个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就包括在美国 我不知道香港是用什么 老老实实 内地我更加不清楚 就是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自己很少喝些含糖的饮料 但是 升血糖不够快的食物或者饮品 大家要记住 第一样就是 含有这些 果葡糖漿那些 或者是果糖来的 那些是不行的 其他水果或者果汁都不行 因为是果糖 牛奶也不行 雪糕不行 巧克力不行 所以最简单就是蜜糖 一匙给它 但是蜜糖也要小心 因为 很多地方是会卖假蜜糖的 那假蜜糖是什么呢? 就是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做出来的 就是那些高糖的 玉米糖醬 高果糖玉米糖醬 那些是不行的 那些 那些穩妇的也是吃一匙白砂糖 就是最稳妇的 那如果 患者有些神志不清 那就麻烦了 如果神志不清 是不要自己喂任何食物和水给他的 因为 神志不清的人 你灌他吃东西 灌他喝东西 你有可能令到他窒息 所以一定要打 999 香港就 其他地方就打当地的急救电话 送去医院治疗 那怎么样避免荔枝病呢? 虽然荔枝病是有的 但是其实病化率是不高的 只要注意以下几点 就可以放心吃的 第一 不要吃未成熟的荔枝 是不是熟的荔枝 不能够简单从荔枝颜色判断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荔枝绿色的 吃起来都是很甜的 所以应该是在口感那里判断 就是未熟的荔枝呢 口感是不好的 会酸结 那第二样 就是儿童的善食一定要合理 为什么荔枝病会在小孩很常见呢? 就是因为 那些小朋友吃荔枝是不停的 我儿子小时候也是 有时候想说我不吃饭了 那家长是要留意食物的多样化 要合理配搭他煮食 蔬菜肉类 这些不用说了 晚上不要荔枝当饭吃 荔枝当饭吃分分钟连命都没有 尤其是小朋友 第三样就是要注意每日食用荔枝的数量 大人吃荔枝 每日最好不要吃超过200克 200克荔枝大概就是10个 10粒 小朋友就最好不超过100克 就是5粒荔枝左右 正常大小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小的 第四样就是不要胸肚吃荔枝 在吃荔枝前后 应该也要吃饭、面、碳水化合物 那就可以减低风险 有些人会问 哇!荔枝可以造成低血糖 那是不是可以吃荔枝降糖呢? 就是糖尿病人行不行? 吃荔枝降糖 答案是绝对不行的 首先荔枝病 很多时候是小朋友发病的 成年人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相对较少 其次 荔枝本身是一种含糖较高的水果 食用一定的分量 就会导致血糖飙升 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 一旦有低血糖的情况出现 其实是比高血糖的情况更危险的 所以糖尿病人吃过多荔枝的结果就是 一 血糖没有降 还反升 对病情当然不好 第二 如果真的出现了荔枝病的情况 那就大领诺了 因为低血糖是会导致生命危险的 夏天我们经常吃的水果 荔枝也是 有些风险的 总之不要胸肚吃 第二 不要吃太多 再重复一次 大家明不明白 荔枝虽然好吃 但是乱吃 就随时会没命的 首先 过量食用荔枝 可能会引发低血糖 甚至是死亡的 荔枝病的实质 就是过量食用荔枝后导致的低血糖 荔枝病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些低血糖的表现 譬如头晕 心有点害怕 然后很累 没有力 皮肤会冻 面色苍白 有些患者会有口渴和饥饿感 有些会肚痛和肚舌 严重的病例 可能会出现突然昏迷 震发性抽搐 皮肤发指 血压下降这些症状 甚至是死亡的 另外 过量食用荔枝 可能会导致脑损伤 特别是小朋友 脑组织的能量供应 主要是靠葡萄糖 当出现血糖低的时候 供给大脑的能量 就会减少 就会影响代謝 然后就会出现严重的脑损伤 年纪越小的小朋友 脑功能损伤就会越明显 特别是荔枝病 还是一种高颜倒数血症 和低血糖并存的疾病 脑的损伤会更加严重的 但是 节目来到这里 现在大家都要小心点 有其他生果 都是 不要吃那么多的 第一 肚 就是夏天 肚就很好吃的 民间都有 肚养人的说法 所以有很多人 就觉得 可以一天吃十几个都没问题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每天都是吃三四个 我自己都是 当不到一餐呢 饱足度 当不到 那我会吃 一餐吃两个 那我还会吃其他东西 肚子呢 其实不应该吃那么多 其实每天最好是吃一个就算了 因为吃得多是会热气和上火的 所以脾胃虚弱和容易上火的人 容易热气的人 就不要吃那么多 第二就是山楂 山楂里面 有基酸含量很高 山楂是什么呢 北京那里叫红果 如果吃得多 就会增加胃酸分泌 令到腸胃不息 传统的冰糖葫芦呢 里面那粒果就是山楂 千万不要胸肚吃山楂 这样会刺激腸胃的 另外 山楂的果酸 会对小朋友的牙 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和破坏 还有 中医的理论就是 山楂会双中气 脾胃虚弱的小孩不好吃 这个就是 好了 第三样就是山竹 夏天好吃的生果 不能不提山竹 山竹呢 很多时候就是 那些人上了火 吃一两个 这样 其实就很舒服的 吃完之后 因为山竹里面有一种 特殊的物质 它就可以降噪热 清凉解热的 嗯 所以 泰国那些人呢 应该淡马老师知道了 就是榴莲 山竹 就是夫妻果 吃得多榴莲 热气 吃回几个山竹 就没什么事了 那山竹呢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之类 对身体 其实有很好的 保养作用 对于身体 药营养不好 病了 好了的人 都可以有些 条理作用 虽然一般人 都可以吃山竹的 但是每天最多 吃三个好的 为什么呢 山竹 第一样 就是它有很多纤维 在胃里吸水后会涨 吃得多是会引起便秘的 如果吃得太多 可以怎么办呢 中医的理论 红糖薑茶 就可以解释的 山竹本身是很寒凉的水果 所以本身体质虚寒的人 一定要注意 不要和西瓜 这是中医理论 你信不信就算了 我都没什么所谓 不要和西瓜 豆浆 啤酒 白菜 芥菜 苦瓜 冬瓜 荷叶汤 这些寒粮食物一起吃 第四样就是西瓜 西瓜 是夏天吃 对于主生津 最好就是西瓜 是吧 是啊 但是西瓜是寒性的食物 如果短时间内吃得多西瓜 是会造成胃液的稀释 会令到肠胃功能出问题 有些人会嘔吐 肚痛 肚瘦 出现肚瘦的时候 其实是不可以吃西瓜 好了 最后一样 就是芒果 芒果 根据中医理论 其实我也听过两个理论 但现在先讲一讲其中一个理论 芒果就是湿热性的水果 多吃就会热气上火 小孩子就不懂得大量进食芒果 否则皮肤会发黄 对肾脏造成损害 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芒果应该有很多维他命A 跟红萝卜那些是一样的 如果吃大量的红萝卜 皮肤都会发黄的 而且会橙色的 所以喝甘筍汁的那些朋友 都要小心不要过量 芒果里面有果酸、氨基酸 这些蛋白质 刺激性物质比较多 还有丹经、基本 和全酸这些物质 对皮肤黏膜是有刺激作用的 有些人碰了芒果之后 吃完芒果之后 贴到那些汁会有皮疹、口唇红肿 还有口周边很痕 有些人会 所以吃完芒果一定要洗干净的面 什么都是 我量食用 小孩子是很难的 如果有小孩子吃完芒果 吃完整嘴都是黄色的 那时候我儿子吃到 有时候当然没什么要理他 打算他都会抹 但有时候看漏眼 红疹之后就会很烦 所以还是要小心 好了,节目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 是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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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